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柯道伟医师 嗨 大家好 我是黄真伟医师 好 我想我们今天针对病友的提问 那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些解答 就是有大家都想知道大肠肢肠癌的病患 那适不适合施打所谓的COVID-19新冠肺炎的疫苗 那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大肠肢肠癌病患而言 其实都是可以接种COVID-19疫苗的 那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有差异 所以当你要接种之前 其实还是先跟自己的组织一些做询问 我想大肠肢肠癌的治疗分非常多种 那包含了手术啦 化疗啦 方式治疗 甚至大家听到的标靶 荷尔蒙治疗 那这一类接受这些治疗的病友 其实他要施打新冠肺炎疫苗的时候 其实可以注意一些重点 针对要手术的病患基本上我们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在手术前一到两周完成疫苗的施打 那如果是手术之后才想接受疫苗的施打的话 也建议要与主治医师讨论 那经由主治医师评估病情稳定之后 那在手术之后一到两周 其实都可以接受疫苗的施打 对于化疗的病人 那也其实建议在接受化疗前一到两周 完成疫苗的一个接种跟施打 那至于是在治疗中 已经是接受化疗甚至标靶药物的一个病患 会建议配合主治医师的治疗疗程 那与主治医师讨论 那再去安排适当的疫苗接种时间 对于像是放射治疗 或者是荷尔蒙治疗 免疫治疗这一类的病患 其实这一类的治疗 对于病患的一个血球免疫力影响 相对没有到那么高 在施打的时间上 其实受限的反而比较小 但是如果不确定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跟自己的主治医师去做讨论 那有一部分的病人他是长期在服用口服的化疗药物 这以国外的文献报导 其实口服的化疗药物跟疫苗施打之间的作用 不会产生太明显的副作用 但是如果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的差异性 那建议如果担心的话 可以在施打疫苗的前五到七天去停药 那施打完之后 确认疫苗没有产生相关的副作用 那在一周之后 也可以开始恢复口服化疗的一个服用 所以黄医师你在临床上 有没有遇到你这些病人问你一些特别的问题 有些病人相关就是在追踪检查的部分 他们也会很担心会不会有影响 那基本上呢 大部分的检查都不受影响 那之后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疫苗的种类 当然我们这边健保卡上面都看得到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再提醒你的医生 你是接受MRNA就是BNT或莫德纳疫苗 他们在文献上 比较常会发生零发种大的一些副作用 那这个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追踪这条结果 所以说这个要跟我们医生提醒一下 可能就是我们在追踪的检查上面需要做调整 那再来就是大家有时候也会问说 会不会我要做无痛大肠镜 会觉得会不会影响吗 有麻醉药物或镇静药物 其实基本上 目前的报告指数也都是没有影响的 还有就是哪一种疫苗比较好 比较适合我 对这个我也常常被问到 病人都会问说到底要拿哪一种比较好 其实说真的只要是卫福部公告 可以提供国人接种的疫苗 对国人的身体其实都是具有保护力的 对 你觉得呢 对啊 真的有通知到有疫苗就去打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病人就会问说 其实我都得癌症了 免疫力不好 我会受不了疫苗 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效 那其实呢 癌症人的病友 有一部分呢 其实免疫力低下 如果真的感染到的话 造成重症的几率会更高 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 所以更应该去施打 那也 所以说真的就是那句话 那通知到了大家就去打 那再来的话就是 如果你是早期癌症人病友 经过治疗后 其实你跟健康人并没有差异了 所以一定要去施打 那再来 最后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不要因为疫情的关系不敢来医院 而延误了我们的追踪跟检查 这样子有时候如果病情发生变化 而得不偿失 嗯 那就看主任还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 好我想刚刚我也是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大家不要因为疫情而延误了就医 不要耽误了自己的一个病情 那该定期回诊就医追踪检查的 其实在大好直肠来每三到六个月就应该要回诊一次 呃 台湾的医院在这一次的疫情底下 其实医院都把整个环境 呃 安全做得很好 那我想进到医院去做这些定期的检查 对病人而言其实都是安全无虞的 那对于疫苗的施打我想 刚刚我也是提醒的都是有必要性的 因为毕竟癌症的病人 抵抗力相对比正常人还弱 所以当你接到通知的时候 其实可以跟你的组织医师告知 或者是做一些咨询 毕竟每个人的病情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其实都是有差异的 甚至到了现场 再跟施打的医师去告诉自己的病情 做一下讨论 我想正确顺利的接种新冠肺炎的一个疫苗 不但可以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想也可以让这个疫情 获得一个很好的控制 那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现在疫情趋缓 但是还是要勤洗手戴口罩 然后一起保持健康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